沙烏曾经是中国女排的一名主攻手 在于教练残酷的训练下 沙烏始终咬牙坚持 只为能当上世界冠军 但是 积劳成疾和延误治疗 导致沙烏失明 他没有拿到世界冠军 便彻底告别了赛场 终于讲一下 压力重心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注意补位 补位 对 弯曲 对 弯曲 弯曲 动作 对 膝盖弯曲重心 脚下动作 动作 过了 过了 停 姑娘们 姑娘们 你们在干什么 下个月就要征战押运会了 还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明天开始 全部加倍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在任何环节上有任何失误 必须给我紧张起来 今天先到这儿 赵 过来 你这两天的状态不对啊 你是队长 大家都看着你呢 是 这两年咱们是很苦 但不就是为了这一搏吗 强度加大之后 你必须带头 调动大家情趣 好的 于导 这两天大家稍微有点累 但是这场比赛 我们准备了这么久 大家都卯着劲呢 我们一定会拿金牌的 身体状况怎么样 我挺好的 那就好 于知道 于知道 服装厂的同志们都来了 来来来来 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啊 对 把服装都量好了 快 给 来 你看这个尖啊 我觉得一定要量得特别和调 你刚才摔那一跤 显得我特别不专业 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 人于知道在旁边看着呢 那还以为我擦地没擦干净呢 你想多了吧 是不是你的眼睛现在有点看 你给我闭嘴啊 你要再多说一句 我就把你嘴巴缝下来 好 你又不是裁缝 你们这儿马上要跟日本女排对决了 我可太兴奋了 我没日没夜都盼着这场比赛 这次吧 就拿块金牌回来给你看看 于知道 怎么了 您过来一下 沙欧的体检报告已经出了 她的眼睛已经无法正常感受光线刺激 如果再打下去的话 她的视网膜可能会脱落 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吗 立刻手术 退出比赛 退赛 不可能 我已经有两个队员 因为身体的原因退赛了 沙欧在退赛 我拿什么打这场仗 咱们的任务完不成 谁来负责任 如果她再打下去的话 就会失明 失明就意味着永远退出比赛 您考虑一下吧 我还没有向上级汇报 集合吧 余导 你们先休息吧 晚上看录像 讨论战术 谢谢余导 稍你留一下 余导 刚刚你跟队一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我不会退役的 站住 那你知道你的眼睛 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吗 我知道啊 再打下去 我会瞎 那你还坚持 我打球十几年 每天练十几个小时 不就是为了这场比赛吗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固执 打球那叫顽强 对待生命态度 那叫 那叫任性 如果你现在退赛 去做手术 我们还是有机会重返赛场的 但是如果继续打下去 你会后悔 我也会后悔 那万一手术失败了呢 我就连最后一波的机会都没有了 有人用脑子打球 有人用身体打球 您说过 我没天分 我只能用命打呀 除了排球 我什么都不会 我从小就在这个球场 我从小就想拿金牌 我就想咬他一口 我就想看到申国旗 走国歌 这难道 不也是您想要的吗 这当然也是我想要的 但是我不能那么自私 我不能拿你的后半生 去赌一场球赛 您的一辈子 都拴在这个球场上 您不也一样吗 您不也一样 把全部都赌在了排球上吗 好 等我进来 好 你如果能接上三十个好球 我不让你退赛 我一直在跟你们说 想做运动员 就必须吃常人接受不了的苦 否则别想拿世界冠军 我们没有资格 没有资格放松 因为我们的队伍一直往前 我们敌人一直松懈不下 要想拿冠军 我们出来战胜对方 还要战胜对方 你不是想上战场吗 好 好 起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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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排的阶段是什么 加油 加油 这能不倒 加油 打倒了要爬起来 加油 你的脚跟发力 一直是问题 一定会丢球 所以一定要学会 用身体去寻找方向 一定比眼睛更快 加油 加油 余志导 谢谢你 让我拼到了最后 虽然我们输了 但我们都尽力了 我一直想 会有退役的那一天 但真的来了 心里还是没有做好准备 真想能再继续 留在球场上 听你骂我 听你训我 但这一切 都不可能了 中国女排夺快乐 女排的队员登上领导台 全国十亿朵新花怒放 十亿面红旗高展 女排姑娘用碳水 为祖国写下了 高飞灿烂的诗篇 你需要买东西吗 哦 那你自己看啊 来 谢谢 来 谢谢 女排的队员登上领导台 女排的队员登上领导台 全国十亿朵新花怒放 十亿面红旗高展 你今天听广播了吗 中国女排 这次真赢了 是世界冠军 日本队很难打的 三比二才拿下 这次中国女排 是七战七胜 我以前 也是有排球运动员 可是我没拿过冠军 今天是我这辈子 最开心的一天了 我看出来了 你一直在笑 我记得 我们那个时候训练 摔倒了 地板上的刺 就直接扎进肉里 晚上 队一就拿板刷 给我们刷 刷出好多血来 不然第二天 就得化脓了 那可真疼啊 但可能就是因为 太疼了吧 我到今天 都忘不了 我还记得 我最后一场比赛 那可是亚运营 是跟东道主日本队 还记得决胜局的时候 对 十二比十四 日本队就差一分 就夺冠了 你着急地就在那个 替补台上大叫 我要上场 我能不打喊大叫吗 那个时候 我们就差拼命了 所有的队员 都接近全力了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输了 绕 对不起 我在你身上犯了一个 不可挽回的错误 我非常自责 到后来 我再也不敢碰排球 甚至不敢来看你 您别这样 您当时就说过 我没那个天分 您别自责了 那是我自己的选择 可是你做完手术 为什么不告诉我结果 结果 结果有那么重要吗 是啊 结果有那么重要吗 一代一代的女排 千夫后妻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今天的金牌 这金牌后面 有你的汗水 也有你的名字 快 今天是个荣耀的时刻 看直播 余大 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 还精神过 精神 中国女排 永远都是精神的 超级尽 来不愿意 轻人 恢来不愿意 超级尽 小红空 刚才不愿意 起来不愿意 有 好 婚 啊 太 美 小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梁静有请助演嘉宾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浙江青年女排的姑娘们 也要感谢两位的学股杨迪 刘嘉一 谢谢 那此时此刻我们能不能再在这个舞台上面 邀请咱们女排的姑娘们和我们的教练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们训练的过程 因为我刚看到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女排的姑娘们她们接球的那个动作 特别地帅气 那我拿手机拍一下 好吧 好 我们请工作人再拿上来一个Operino 2 来 教练 加油 来 一个高难度的 拍 谢谢 你拍到了吗 质疑我的拍摄能力 但是你明显把大家拍得都有点看不清楚样子 因为球飞得太猛了 这是你没有开那个防抖的功能 防抖模式 上面有一个超防抖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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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运动的时候打开防抖 好 那我们也热烈地掌声 感谢我们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浙江青年女排的姑娘们 再一次感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 有请邵宏老师 我刚才坐在这儿 我都手心都出汗 但是呢 我觉得 他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尤其是李雨春 我觉得最没有信心的是她 但是呢 恰恰呢 她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她从头到尾就没有说过一句觉得不行的事情 而且在我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吧 他们告诉我她已经去排练场排练 就去练球去了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退路了 然后还有我特别要说一下梁静 我也承认她非常紧张 但是呢 我觉得她非常投入 她也是给了这个戏有很大的一个信心 也给了春春一个很大的信心 劲儿你知道吗 你特别像在跟一孩子演戏 她没招 然后她还都对 没错 她的招就是没招 就特别出其不意 就是她很有信念 她所有的作为一个专业演员 你不具备的那些东西 在这个舞台上全都对了 春春是有一种定力 你演戏经验不多 但是你专注的那个力量非常够 我刚才看你演盲人的时候 然后在那边整理东西 你插的次数都刚刚好 多了我就选多 少了就选得你太熟 特别用功 因为比如说我们从排练厅 到天池老师的房间那段路嘛 我们走过去就好 她不 她要用盲人的态度走过来 你要做啥子 你要做啥子 咱们就怪你 你不要捧我 我跟你说 然后我们就一直来等她 因为她走得很慢 我觉得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 我只能尽量地去做到那样的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吧 她的那个视线 我会把她设置得稍微有点低 然后当她听到有些声音的时候 她耳朵是比正常人还要灵敏的 所以她会有一些侧 就她会用那个耳朵去听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我自己大概是这么理解的吧 陆川导演 劲儿吧 劲儿我觉得挺好的 真的反正挺打动我的 然后也挺像教练的 因为她是个老演员 所以我会觉得稍微有点紧 给的有点多 今天他们演的这一段 其实是让我们回到了曾经 回到了女排最艰难的那个时刻 而那一段历史 那一段时间的人是什么样 就是梁静那样 非常有信念感 就是不怕死的往前冲 刘导演说 让我想起来 我刚才坐那边看 我也觉得 这不就是一个记录性的剧情片吗 是 而我刚刚好又是在80年以前 我看尽了日本女排的威风 对 她们叫东方魔女 是 全世界出名的 但是硬被中国女排赶过去赶过去 一次 两次 三次 慢慢再也听不到东方魔女 然后呢 中国女排一次 两次 在我的心目中 不知道得过多少次冠军 女排精神到底是什么 她不是为了一定要夺冠 而是明知道 也许夺不了冠 但我要全力以赴 这种精神是非常地感动人的 所以其实我自己 今天晚上一定是已经 叫什么 像刚才说的 接近全力了 我觉得就像女排精神一样 明知道这个舞台 也许不会让我会怎样 但是我还是来了 我觉得我站在这就是赢了 对我自己来讲 这是一场淘汰赛 今天对于两位来说 非常地关键 首先 我们一百名专业剑影团 要为你们的作品投票 一到十星 最终专业剑影团 投票最高的那一组 每一位演员可以获得 五十票的加票 演员稳定入戏 防抖看清精湛演技 OPPO决胜时刻 投票开始 最终的投票结果 会在四组表演完成之后揭晓 我对我们这个作品 其实还是挺有信心的 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地饱满 相信能非常感染现场的观众 不知道静姐自己怎么觉得 在我心里也是很恐怖 至少要九点五了 谢谢大家心急锁定 此时此刻让我们再把热烈的掌声 送给挑战嘉宾 林宇春 梁静 也谢谢两位的学徒 杨迪 刘驾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